而今天的相弄米其林专题呢 为您介绍的是隐身在台北大志豪宅相弄当中的牛排馆 牛排教父邓有鬼选在这里开店 他对料理严格又挑剔 光是一份牛排反复煎烤四五回 口感软嫩适中吸引不少操客上门 台北大志这一带高级住宅邻里 静谧的巷弄里不拥挤不喧闹 牛排餐厅开在这儿低调奢华 不怕名气不小量 只怕用餐环境没能一等一 在巷子里面其实可以降低一些房租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反馈在我们的食材运用上 让客人可以吃到更好的食物 时尚新潮各种兵分色彩并走出天花板 说是牛排餐厅 比较像是小酒馆或者是夜店 这是牛排教父邓有鬼的点子 采访这天他没来 改由主厨代打上阵 我们想的一个bistro的style 就是他很轻松 他很适合朋友的聚会 很适合家庭的聚会 可是在一样你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服务 还有很好的食物品质 牛排就不严格挑剔的标准 主厨五小方全部传授 一块牛排先经过 让外走受热 一转眼送进烤箱 说是要让牛排休息一下 40度的均温由内而外受热 紧接着再参考 这还没有结束呢 牛排还要再休息几分钟 这步骤不能省略 是美味的关键 重要性就是希望它表面的热 可以完全渗透到热 那个肉的中心 所以可以让整块肉达到一个均温的状态 所以不会在你过度加热的状况之下 让你的肉变成overcoat 反复烹煮端上桌的那一刻终于懂了 肉质鲜红 层次分明 软弯殆尽 没有血水胜出 也没有过手 恰到好处 吹毛球色的料理标准 用在每一道彩色 烤羊排 同样步骤 得让羊排休息 肉质均衡受热 重复烹煮 再以各种香料辅佐 绿色铺合油点缀 这一盘像是一国画 色彩鲜艳和谐 品尝一口 没有羊骚味 香料在嘴里飘散 软嫩十周 牛排教父要求严谨不偷懒 就算过程再繁琐 只求送入偷客口中的那一瞬间 没有批评 只有赞美 请新闻向前辉 台北西方报道